海底地形 这也是板块学说当中 有关于热对流上升 然后板块分离的 所谓张列板块边界 那一般就是所谓的中阳级 像图上的A珠和CF 那板块就会以中阳级为界 产生分离的作用 但由于地球是圆的 那从赤道到两极 同样一圈 它的长度不同 所以它在扩张的时候 就会产生受到地表 各地的各纬度的切线助力不同 而产生了所谓的破裂带 那破裂带指的是这一整段 VC珠1 那呈现的结果就是 把中阳级切断错开 但是如果我们要讲转型断层 请小心 划斜线这一部分 是属于中阳级左侧的板块 另外一侧的板块我就不划了 所以我们可以很明显看到的 就是西珠这一段 北边是一个板块 南边是另一个板块 所以属于两个不同板块之间的破裂带 我们才特别称之为转型断层 也就是所谓的错动板块边界 但是如果是珠1 两边是同一个板块 又是同项运动 那VC也是同一个板块 同项运动 这个就不属于转型断层 所以转型断层是指这一段 西珠这一段 那题目问西珠段 那当然它应该是所谓的转型断层 它没有分右移或左移的区别 至于它问哪一段地震活动比较频繁 那基本上我们如果以板块边界来说 张列边界的张力会产生一些裂骨 而这些正断层系列会产生浅缘地震以外 在破裂带上面容易发生地震的 主要在7D转型这一段 因为两边呈现反向错动 沿层或板块之间的作用力比较大 但是如果是这一段跟这一段 同方向的错动 基本上相对位移量太小 那就不容易引发足够的力量 产生断层活动 引发地震 所以累积能量比较高的 应该是在相反方向错动的 转型断层的位置 所以我们当然会学西株 那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张列跟错动板块边界 容易发生浅震的机制